9月7日,第19届男子和第10届女子世界消防救援锦标赛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这是中国首次举办国际消防救援体育赛事。 共有11个国家参赛,9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及中国香港、澳门消防部门现场观摩。 本届试锦赛坚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 旨在深化世界消防救援交流互建,共同促进应急管理和消防救援事业发展。 我觉得我们这次开幕式的一个核心思想就是想站在一个世界的视角, 讲好我们中国故事,讲好我们消防故事。 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个整个三个篇章的内容里面, 有机结合了我们这个大家看到了水与火的这个中国文化, 以及我们消防救援队伍切身的职责使命。 同时呢,也在第三篇章呢,展示出我们整个站在这个世界的视角, 强调人民事实上,生命事实上,去呈现我们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样的一个艺术形式的呈现。 本次大赛为期四天,各参赛队伍围绕男子和女子攀登挂勾梯, 消防百米障碍,消防四成一百米接力, 以及手台机动泵出水打靶四个竞赛项目中展开角逐。 每个项目设有金、银、铜牌三个奖项, 中国代表队派出十名男子队员、十名女子队员参加比赛。 我们去年的这个手台机动泵出水打靶, 在土耳其的比赛中我们是夺得了金牌, 我也希望我们今年继续在这个项目上保持优势。 在四成一百米效果接力上, 我说的是男子,去年我们是夺得了银牌, 也希望我们的队员今年有超水平发挥, 取得更好的成绩。 可以说咱们中国集训队吧, 经过九个月的训练, 队员的整体状态还是非常不错的。 我们经历了这个基础体能阶段和基础训练阶段, 整个过程中队员都非常努力,非常刻苦, 成绩方面也是有很大的提升。 据悉,世界消防救援锦标赛 由国际消防救援体育联合会发起主办, 素有消防奥运会之称, 共有中国、俄罗斯、土耳其、奥地利等33个成员国。 此次赛事为深化世界消防竞技体育交流, 展现中国消防救援队伍建设的最新成果, 提供良好奇迹, 对提高黑龙江哈尔滨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 具有重要意义。 Unsere Gruppe ist zum ersten Mal in China. Es ist unser erster Besuch generell in China. Wir sind überrascht von der Sauberkeit und Ordnung in ganz China. Und die Gastfreundschaft ist sehr hoch. Wir haben schon öfter bei Weltmeisterschaften teilgenommen. Seit 1995 nehmen wir regelmäßig an Weltmeisterschaften teil. Aber der Unterschied zu den anderen Nationen ist, dass wir in Österreich diese Sportart freiwillig betreiben. Und unsere Hoffnungen liegen im Nasslöschangriff, da wir bei dieser Disziplin das nötige Teamwork haben, das andere Nationen nicht haben.